喂!聽到聲音呢?各位! 各位,有沒有聲音? 怎麼樣?聲音? 聲音有沒有問題? 聲音有沒有問題? 好,聽到?OK,收到,謝謝 謝謝各位兄弟 今晚因為疫情影響,因為現在很煩,三個就犯法 所以今晚用這個遙遠控制做直播的,大家將就一下 咦?為什麼才有個奇怪的帳戶? 什麼? 我看到這歌《One One Hero Forever》 不搞笑 但是我們是以前的標誌來的 好,先介紹一下今晚有我和Pow,還有位神秘嘉賓 還有我,路鴨 其實都不是神秘嘉賓的,其實一直都由開始已經在 不過我一向在後面幫協助大家就沒什麼出來說 哦哦,《One One Forever》 零到啊,零到啊 零到啊 零到啊 OK,鴨哥終於登場了,鴨哥一直都在這裡 一直都在這裡,其實不過一向都是協助 阿Pow和阿刀背後和爆傷兄弟的背後的東西 不過近年就見阿刀和阿Pow這麼開心 所以出來跟大家吹一下水 大家平常見到一些很漂亮的,好像現在背景這些全部都出自阿鴨哥的手筆 不是,不是很漂亮的 阿鴨哥其實就是我和阿Pow的經理人來的 這樣是不是 我們只不過是,我們其實都在說,我都認識了十幾年 基本上由一開始到現在 趁現在剛剛進來,跟大家熱一下身先 應該大家這樣體驗過記者會呢 都有很多東西想說的 說一下造型先 說一下資料之前,熱一下身先 其實造型,我那天呢 因為那天我和阿Pow一起 第一眼看Saber的樣子 不是,不是今天,我們早幾天 雜誌圖那天我們一起 好帥啊 我OK的 我說過頭,因為我們尤其是剛剛呢 最有趣的是我們剛剛跟不死 我們星期六直播完才說 那時有個Fake的Twitter帳戶 有張假的造型照片 然後怎知道見到那個真身的時候 又真的幾似的 但是當然真正實物是漂亮很多 當然就 是,還有呢 就是每一年那個新的一號 就是之前新超和 不是,新平成,舊平成 就是Cougar和這個W 都是比較復古一點點的 就是有些舊拉打的造型 那這次Zero One其實都是偏向 腹眼啊,角啊 都是舊拉打致敬 那到第二號呢 開始又玩東西了 那些造型開始瘋了 是啊,因為我一開始呢 打算令和 其實我看到Cougar One的設計呢 我以為今年會著重於比較沉實 還有可能簡樸一點的設計 去致敬一些舊拉打 誰知道像阿都說的 第二個已經瘋了 又來了 其實我之前直播都講過很多次的 其實東影那個設計呢 他們會著重於這個 叫衝擊感大過的造型 就是它要你呢 一眼就要記得這個拉打 不過我就覺得 我覺得就真的和W太相似 雖然看起來其實不是兩隻色的 細心看 是三隻色的 但是整體的感覺 可能都 真的和W很相似 我覺得 他頭盔都尤其是 而且有很多人說 我看到很多兄弟說 肩膀好像基義獸 那個蘇阿布朗 是啊,都像 但是我和阿的說法呢 就是反而覺得 是像再近代的 某隻新的Digimon主角 那隻 是不知道那隻 那隻蠟喊獸 因為有眼珠 所以我想更加像一隻 那隻是多些的 不過說起 就是新拉打 我其實第一眼 除了看外貌 我每一年 因為我玩拉打 腰帶都玩了很多年 我想認識我的兄弟 都一定知道我非常熟悉DX系列 所以我第一時間都會留意變身項目 那我一看 我說 哇 今年又讓他想到一條新橋 插書仔 哦哦 今年的主項目就叫做 Wonder Lider Book Wonder Lider Book 還有呢 開頭呢 其實這個Wonder Lider Book 我們就以為沒什麼特別 純粹可能打開 看到有些畫 但其實我和阿Pow細心地看 當時看到CO1的Bandai 已經奇怪 為什麼打開了會是CO1的手 又不是CO1的樣子 是的 那我們就很好奇了 當時再細心看 發現原來的腰帶 是中左右三部分可以插書 那我們就看到 咦 中間是一個人樣 左右分別是左手和右手 其實看完是拼了一張圖 哦 等我先開那個版 因為提醒大家 今年都是有先行這個item發售 今年8月8日 即是兩個禮拜後 其實都買到第一本DX的書 即是跟去年的Falcon一樣 都是差不多 對 今年那個先行發售 就是這個Pita Fantasy 即是小飛合 先行發售 對了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今年的先行發售 因為去年 你記得去年是送個LIDAR Watch 是不是LIDAR Watch 好像去年是送了 是0.1的LIDAR Watch 是0.1的LIDAR Watch 那它今年反而反而沒有送上一個LIDAR的item 它兩本都是聖劍戴拉伯的書 嗯 現在暫時就看到有0.1 有Horobi的書 我看到 對 好像未知入售方法 不過我看到它官網 其實BANDAI的玩具網 今年分好那些書 好像圖書館的物體 那它就直接寫了食門和DX 是 那版我找不到 剛才看到鴨哥開到 又找不到那版 哈哈哈 那這個Pita Fantasy 我們一定會買的 到時又可以先行 和大家研究一下 什麼委員會 可以使用到聲音 對 還有我們腰帶都會照抽的 跟去年一樣 哦 都是有先行抽選 對 希望今年也會中到 現在我剛才開到 剛才說的 那版 暫時 大家可能會見到 噢 噢 我吃了那個 先遮住了一個畫面 對了 OK 那首先 剛才說到 左中右 那就是 神獸 就是 Saber 他用的 變身的 神獸 連滅亡信雷 都屬於神獸 好搞笑 然後 然後中間 就是動物 就是 Blazer 就是用那個 Lion 戰技 就會是Aims 那個卡帶 也就是 那些 朗仲文 是食換來的 Aims 那是 先看看 剛剛 對 全部食換來的 然後就是 物語 故事童話 那些 那些 CO1 一個 所以他們就是 三角合衛 其實就會 最後出來 就會是一個 Horobi 的右手 再加 Balukan的中間 身 然後再加 CO1 的 左手 簡單來說 這次的腰帶插圖 有三個位置 你把三本書放進去 烈火拔刀 一扯把東西 打開了三本書 就連到大圖畫 就是 三頁連著海報 沒錯 還有呢 我們都留意到海報 我想大家看海報 都看到有1號 2號 3號 4號 5號的拉打 暫時知道 1、2、3號的拉打 他們是同一條腰帶 暫時知道 主角 對 主角 好像說 今年是不會少於 10個拉打 是的 第二拉打 就在中間 3號拉打 就在物語那邊 主角就在神獸那邊 這樣去區分三個人 哦 那今年其實 這個故事 就圍繞一本 一本叫做書 但不知道 還沒說什麼名字 一本書 那裡面其實有很多元素 那裡面的 有童話 有科學 有故事 有論文 那本書其實都會 很主導了這次的故事 是啊 我想他 我看他的預告 他就說 有一本書被人破壞了 不知道 可能分開了很多頁 我不知道 那些書 我輕輕講講故事的設定 先 那這次其實剛剛講 就為了一本 古代的書 這本書就說 創造了一個世界 那些人就跟這本書裡面 很多科學啊 歷史啊 什麼童話故事 創造了現在這個世界 那但是呢 那本書一直都由一幫 聖劍騎士去守護的 那就是不願超人那一幫 那但是呢 突然間有個叛徒 就是加利巴 大家很喜歡那個什麼 你們說很型的那個奸角呢 那突然間背叛了 那想偷了一本書 那自己創造了新世界 那所以呢 就那個叫Wonder War的 拉打呢 就來了他們 就是來了他們的世界 就說想 阻止這個加利巴呢 去創造新世界 那大概就是這樣了 那 我看他的劇情 我猜 因為相信大家都知道 編劇是Ghost 那個編劇 那所以我都 不過阿豆腐哥阿豆腐哥在Facebook 就說 就不會這麼快去定論 他是一套奮作的 對的 給點時間看看 什麼料都要的 那我希望他 因為連我們之前一直 在XA都喜歡的高橋遊也 在今次CO1都 都罕有地寫出了這個 五回合會社對決 那所以呢 都難 就是都 有些少少跌眼鏡 那所以他就說 那都可以看一下 即管看 阿福田 福田 福田 阿福田卓郎 就看看他 即管看他 這次有沒有寫 一些好少少的東西出來 其實我期待 看到今天 那個簡介 其實都令我想起 有少少 像Saber 爭勝杯 其實他們都想 集合那本書 那麼多頁 散開的 不同的題材的頁數 就組合那本書 就可以有一個很強勁的力量 不過我希望他 真的會好 因為我想起 Ghost 那年 幸好那年 有一套Amazon 頂著 我那年都忘記了 有Ghost 去到合企 其實我在想 Ghost 現在這麼差 是不是分了 人手 或者物資資源 去了Amazon那邊呢 那如果今年 只是集中於一套 或者可能 表現會不錯呢 還有加上 今年 C01本身 也都非常好看 所以我就 很怕 有比較之下 就會出事 那我現在理解 就應該 有一班 我剛剛講的 一班聖劍騎士 就是由本書選出來的 劍士 去守護著這本書 那那班劍士 就來自叫Wonderwall的地方 一個 就是世外桃園的地方 但是呢 他就會來 我們的世界這邊 那這次的主角呢 就是我們這邊世界 普通人類來的 一個小說家來的 是的 所以他就標榜著 就是文豪 同時也是 劍豪這件事了 是的 就是那個小說家 本身就是文豪 但是就剛剛 就被那本書 就選中為這個 無面超雲 就守護著這本書 那同時間就變成劍號 好 那主角 不好意思 那主角 這次就叫做 神山飛羽真 那由這個 內藤壽一郎 內藤壽一郎 演出的 那看過這位朋友 應該都是 初次演戲的 應該一般 SUNIDER 都會選一些 新入行的 年輕人去做 是的 是的 那今天就 公佈了四位 剛剛講過 有這個 Carmand Rider Saber 那個叫做 Brave多拉弓 然後就有 二騎 Carmand Rider Blaze 還有 Carmand Rider X-Battle 還有Carmand Rider劍斬 暫時有四個 不過說起 男主角的樣子 我又覺得OK 不知道為什麼 我一眼看上去 有一點Bilidor的感覺 是的 因為剛剛經過了 Carmand Rider Carmand Rider 兩個都比較 細小一點 瘦弱一點 這次的男生 挺有台形的 高高大大 挺帥的 因為我很怕 他的主角 整天好像 又是Ghost Ghost 一出來 已經 奶奶的 至柯更加不用說 那個主角 實在太過 若不耐風 我自己真的不太喜歡 還有這次 二拉 我相信很多兄弟 已經在抱著 就說他很像 Gaze 和這個 野騎 不是 二拉 是四拉 劍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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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說他現在是 有人看到 一張改圖 變成了 三分天下 就是三兄弟 現在變成 噢 如果講開演員 今天我和阿鐵 這直播 反而最後印象 都不是四個 拉打 而是 簡介入面 負責做 裝備的那一位 就是 大秦治哲 是哪位呢 對 其實 因為他今天發佈會 當時說的那些 真的好出位 賣完廣告 講講講講 班大傘 然後就說 我很喜歡他們 跟他們去做一些CSM 又怎樣好東西 又怎樣漂亮 之類的 即是說 我很喜歡 磨面超人的 但是呢 我暫時都不能變身 我跟阿鐵說 會分分鐘遲之 變身的 都不奇怪 那很多年 那個記者招待會 有很多本身沒有公佈 是拉打 最後都變成了 沒錯 還有一些人都說 他的型 今天我看到 即是看官方 即是直播公司 那 Youtube Check Room 那些人說 那些人說 有個樣子 加上廣告發營 有點像水道Hero 那些人說他 都是 有少少 現在砌有少少 是啊 有兄弟說 DX都未出 就來CSM 不過說回CSM 即是說少少 插少少 其實你問我 我覺得新世代的CSM 即是你再出CSM 其實那個吸引力 不會太大 我覺得 因為你以前平成10市 即是Cougar到DK 那時候 其實那時候那個年代 那個玩具DX 跟那套電影的主角 其實很多時候的尺寸是不同的 所以其實那時候 你問我 CSM 記得剛剛Fly時 是很誇張的反應 因為它全部新規造型 但其實新世代的拉打 很多已經是用DX 即是人那時候 當然是 就已經直接用DX的尺寸去變 所以我覺得其實那個吸引性 不算太大 是啊 我今天就看那個trailer 即是他們有真人的trailer 就算是照舊 在東映片場那附近拍的 連年都是這樣的 那個就 不是戲裡面的劇情 專門拍出來給大家看的 那我留意到呢 這次男主角的腰條腰帶 真的像是DX來的 但是呢 都有個弊柄 它這個設計 因為我想大家都看到它拔劍變身 我不知道它的電影 會不會突然拔出來 變大了一把劍 肯定 這個情況呢 就有少少當年Kiba Kiba當年呢 其實它變身之前 未變Kiba之前 即是未拍到腰帶之前 其實它是拿著大約是DX的尺寸 其實一落腰那一下 鏡頭一轉 就已經變了一塊很扁的尺寸 那其實我覺得這一下 我也奇怪 他拔那把劍 我開始想著 它會不會有一把小劍 是專門給你轉方 然後另外拿一把大劍 但是暫時看 就應該是同一把 嗯 嗯 這次的DX呢 其實都OK的 因為我看到 我最初我很擔心 就是 腰帶和把劍會分開 哈哈哈哈 但是這次呢 它是一設定過的 腰帶和把劍 但是把劍 我講的 就很小 我餐刀這麼小 但是呢 你說起把劍 我今天看BANDAI的網 又很有趣 那它連腰帶 大家都知道 先行的時候 當然只有Saber 自己把劍 但是去到九月正式發售的時候 它就有一套 是跟著 二拉那把流水劍 一個大箱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先行買了的時候 那當然到時候 你可以再買一個大箱的 但是你買了先行 如果你想要第二套 它又不是就這樣 給你買個勳章 它是整把劍單品 那樣出的 就是變成你兩把劍 你如果中了先行 再買的話 我看看玩具情報那方面 其實這個 二拉那隻DX 水勢劍流水徽章 和獅子戰技 WONDER LIDAR BOOKS 是有一套東西賣的 你可以不用買一把劍 只是買徽章來買一本書 但是這裏 阿刀在說這個 水勢流水劍的 應該就是剛剛和鴨那個 因為我都誤到鴨 因為我剛才說 似乎要多買一把劍 但是我後來再看一次 玩具情報那一把 應該不是的 我看錯了 純粹應該只有徽章 可以scan的徽章 和那本書 WONDER BOOKS 因為阿刀在說 我以為是一把劍 不是 他那一盒就是徽章連本書 但是這把劍有點正 他插了徽章之後 中間有色 其實一開始我還在想 我和阿刀在想 他怎樣去分這主角劍呢 又想不到原來是 徽章然後就變了拉打的劍 中間那一節色全部變了 他這次很罕有 因為以前的劍 腰帶就集中在劍力 基本上其他配套都很流 他這次又不是的 腰帶已經多東西玩 然後武器這把劍 又會變色 然後劍的尖 有個scanner 去scan那些徽章 其實我覺得 他有少少 向Rutalaman那邊 透視的 這個scan東西 還有劍整個款 都令我想起 這個Tiger的最終形態那把東西 哦 還有呢 我剛才在這裡 因為我都看過Loop過幾次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其實Bandai YouTube Channel 鋪出來的那條Trader 跟發布那條有少少不同 Bandai YouTube Channel 那條Trader 其實是多了變身那部分 就是玩Trader的部分 其實是多了很多 是完整版 那麼我們留意到他 其實他拔劍 他並不是一拔出來那一刻 就變了新的 那麼他拔出來之後 就有代機音 那麼我再看回他玩具那條Trader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把劍 有Sensor 即是那些Fick那些有Sense 即是Fick那些 平時那些 那麼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其實拔出來一拔 因為我看到他的變身姿 好像是拔一拔把劍 就變了 如果是加上去拔 那一刻才變 其實都算是多機關的 就說真的這條 嗯 還有他那一拔的變身聲 都真的挺長的 很長的 因為我跟Pow那天都猜 一看到書 會不會是那些 好像Ewire那些 那樣介紹的書 結果真的是 不過沒有那麼長的 真的 喂 還有提到大家 今次那個劇集 即是那個Saber劇集 那個龐伯 還有那條腰帶 都是來自大寵命夫背音的 Snake 哇 真是正 有些驚喜 其實近這幾年去找些CV 全部都很厲害的 是啊 是啊 那還有呢 都公佈了 即是繼這個 蒙面超人響鬼 少年之後呢 又再次會有片尾曲 Ending 是啊 這個我們看到的時候 都心想 嘩 即是他自己都說了 其實這個發佈會 其實是繼蒙面超人響鬼之後 再次有這個Ending 對啦 那今次呢 還有他們就是 因為初初公佈的時候 我就 Pow比較 即是 當我 不懂事 公佈了今次的嘉賓 就說了是 什麼來頭 那我第一時間 咦 誰來的 但回到之後 原來都是說 日本知名的一些 樂團來的 就是這個 TOKYO SCA Orchestra 對啦 那是樂團來的 那 那聽他官方的說法呢 就 呃 作詞 和作曲 無論是OP 還是ED 都是這隊Orchestra 他們的成員去包辦的 噢 我的印象 好像在電視見過 他每人負責一樣樂器 即是有人吹喇叭 有人彈結他 幾十樣樂器 這對 沒錯 那之後呢 咦 他們的opening 暫時 主唱 這次就不是他們 他們都會說有個 guess vocal 有個嘉賓 但是就是之後才公佈 今天沒有公開到 而他們的片尾曲 就是 公開了一個title 就好像ultraman 就叫做 Carmen Rider Saber 那時候發佈會的意思說 就是 歌曲都是想融合一些 他們 變身裏面的一些 可能的異景 台詞 去做這個片尾曲 那樣的 我方福一點 觀眾先 有人說 正喔 Blackjack做配音 其實我第一件事 聽到把聲就想起 就是這個 所羅門的我夢 的家圖 哈哈 好 一定不止二騎 這麼少公佈了 起碼十部以上 十騎 起碼十騎 正義的這邊 暫時有四個 跟著奸那邊 都已經有四五個了 還有呢 我今天看到 跟Powda 都是我們經常看腰帶 我們留意到 Caliber的腰帶 應該就疑似是第二條 但是呢 他那條很搞笑的 他那條只插一本書 有兄弟問 腰帶中間插什麼 腰帶中間都是插書的 他最多是插一本 都是插書的 不過他就插生物系列的書 我看一下 現在 這個Brave多拉公仔 其實我現在看他 他所有強化能力 自己都是物語那邊的 暫時 即是故事書 是啊 神獸加物語 暫時 見主角 不知道他之後那些鋪牌 其實會不會有一個規律性 還有 今天看這個trailer的時候 發覺他經常用一本書 就叫做 Jaku-kun & Mame-ro-ki-ro Wanda Book 那些什麼 傑克軍 傑克 傑克的乳碗斗 那個銅牌股市 就是種棵樹上去天秤 跟巨人打那個 沒錯 沒錯 那這盆帶呢 其實他玩具那方面 就是好像當年 CO1的Rushing Cheetah 他是跟腰帶那兩邊旁邊的東西去賣的 他就連這個 別策Horlida 也是第一天賣的 所以我覺得今年 其實我忘記了上一年 我覺得今年第一天好像都很多東西賣 哦 有人提到是叫做 傑克與神奇碗斗 神奇碗斗 因為今年呢 我記得去年 一開播是沒有尋找 尋找 我記得好像 那 有造型的 但是 玩具好像不是同一天 不是同一天 是的 那今年呢 可能他二期都在一起 那我看到他今年其實都幾豐富 第一天 因為呢 我記得去年和阿拋做這個發佈會 那個片的時候呢 我和阿拋手上 是拿著一大堆那些玩具 那些偷訂單套 就是沒有公佈的 是的 但是今年 這些全部都是正式玩具 有了一個實物 出賣的 還有今年Bandai的網站 有了一個合樣看的 他的官圖裡面 是的 所以其實呢 就是由C1後期開始呢 發覺Bandai 就是開始的 寶物功夫做得很厲害了 已經 其實近這幾年呢 少了很多那些訂單套 其實沒有以前那麼誇 是啊 那但是這個傑克與碗斗 真的大鑊 因為我見他的trader 經常用呢 那我覺得 在電影裡面都會經常用的 但是你要買那個 爛鬼膠座才有 真的麻煩一點 還有不得一提 那大家最喜歡看 阿刀爆RKF 那今天都公佈了 其實我相信阿刀都看了 RKF第一隻 的Sabre 其實都出來了 喂 阿刀的賞色好像 沒有賞中那麼壞 那些武器有賞色啊 大哥 轉死性 哈哈哈哈 不過我覺得他是第一隻 所以想要騙你 那我先 去年CL1第一隻 連武器都沒有 哈哈哈哈 不過說開這些 就是action figure 其實阿 今天我見到豆腐哥 又說豆腐哥 豆腐哥今天呢 就share了 Sabre天台的照片 然後就說 SHF就糟糕了 因為他說 首先硬膠豆棚 是 他硬膠豆棚 跟著 然後 他就是 那個book 即是那本book crew 你知道一定不會上色的 SHF 也都不會有貼紙 是 那所以 他就說 今年SHF都吃硬屎 阿豆腐哥 我也是 就是 因為他紅色那邊 有一條長袍 那SHF一定是用那些 好像拍斷那些膠的 還有一件事 就是龍頭 老年那麼大 另外 握劍那邊 就完全動不了 是啊 所以 這個 我想 他其實很快會出的 因為 我見到他近排 當然他出貨會遲些 但是 其實他開官圖那時候 現在很流行 有特別的價格 是啊 是啊 喂 但是 真的有個尷尬的 例如 Rise Key 或者Lighter Watch 我都算了 他太小了 我當是看不到 但是 今次那些 WonderLighter Book 很大本 大哥 你沒有臉子 很醜 但是 我覺得他應該都沒有 因為他XA那些都沒有 XA那些卡帶都不算小 是 但是今年更加大 哈哈 哈哈哈哈 那 真的有待觀察 這件事 是啊 有兄弟還跟我說 對 XA那些卡帶就要兩把劍 但是 腰帶那條 很明顯那把劍只有一個 然後 劍身是很小的 但是 握上手就變了一把 長劍 真是長劍 我想兩把劍就必須了 還有呢 我今天留意到 他旁邊那個 Holder 好搞笑 必拆Holder 我不知道 他那套劍也是這樣 還是怎樣 他呢 有個功能可以整把劍插 到那個Holder 然後 發出一個烈火 我居合的 等我找一下 那一把 我不知道他的劍 到底是插大顆 那把整顆 插進去 哈哈 應該是插小顆 不會大顆 那一把 哈哈哈哈 對了 OK 終於找到 那個BOOKER 就是跟著 阿刀所說的 就是傑克與神奇碗豆 那本書 那一套 現在開圖出來 大家看看 其實看下去 他呢 他分為左右兩塊 是的 一次過包 一邊就是插 那些 WONDERBOOKER 然後 然後呢 我開回 那個 是的 這裡 這張圖 烈火居合 就是這個 所以說你問我 我覺得插一把劍 不出奇 但是有聲效 就出奇 居然有一個聲 是插到Holder 才有的聲 老鴨如果這樣 掛旁邊 有機會插長 那把劍裡面 是的 因為他說必殺技 所以我懷疑 他應該是扮那些 拔刀那一刻 出必殺技 還有那些西洋騎士 那些劍士 很喜歡這樣插腰間的 是的 即是二拉 現在暫時西洋騎士 應該是二拉來的 是的 所以我就覺得 他說他的Holder 插下去 也有特別聲 算是這樣 那今年的Holder 又有一點吸引 這樣說完又 其實我覺得Holder 近幾年的Holder 其實有心機 比以前很多 因為他不是一鍵 兩邊就這樣 隨便掛 你看他自雙1開始 其實兩邊鴨鴨 對稱是不同的 帽子 哦 是啊 那這次另外 左邊就是因為方便插劍 你會見到其實他沒有了 底部那一層膠 左邊那一塊 嗯 所以左邊那一塊應該插不到輸的 就只是插劍 嘩你們那些人很邪惡 幸好你們不是Bandai的員工 每個人都在留言說 SHF 短劍跟公仔長劍跟價錢 嘩 你們那些人真的很壞 說話 不好意思 先插一插 講起這輛車 你們倆有沒有看到這輛車 二騎的車 名字叫Lighter Garder 嘩 簡直這輛車好像回歸以前的特設 那些很大部的車 哦 你說二騎那輛 二騎那輛 那輛車 對 不說以為他開錯車 今早看預告我和Pow 哦 我不知道各位兄弟有沒有看過很舊的特設 我的數順 就是有這種故事 是原Wh's Port 就是表演 yours South 原來也是 它的主角就是四驅大車 首先就是二騎的這輛 也真的很出色 第一眼看見到 我靠心想 聽到馬本 são 不要xic 還有很多會船炮的車 對啊 他有很多會船炮 他說 這輛車 可笑 很驚喜的造型 這輛真的很漂亮 接著就是這輛 嘩這輛其實都漂亮 Tiago Speedy 我看見這輛車都挺漂亮 挺有誠意的 但整個人都很紅 但這輛車都不知出了多少集 那沒辦法 我記得早前上Facebook 有些人很有心思 故意找回他 Cell One的電單車幾集 出了多少次 其實實際上只有幾次 沒辦法了 你東映的預算是貴的 你每次出車不怎麼說 不過剛剛拋收片之前 看到他進了Wonder World 我又很害怕 因為這次又是Foster的編劇 我怕又變成眼雲帝國 那些很害怕 其實很害怕 因為他鑊鑊弄傷了這些 都是只有頭幾集很華麗 然後到十幾二十幾之後 完全沒有了 完全消失了 我看他介紹Wonder World 其實很有遊戲開放的感覺 很漂亮的事情 是很漂亮的 其實他今年那張海報 我也覺得很漂亮 很五盲綠色 很童話世代 很漂亮的 我今年那張翻了海報 是 翻了海報 有兄弟問三騎你們有沒有意見 因為三騎現在的樣子 只有海報那一塊仔可以看到 暫時還未知 現在我看一看 今年那些拉打我覺得OK 第一眼看到頭 有一點點不舒服 大家看完全身 其實我覺得是很漂亮的 這拉打 今年最正是 一又一談不完 先弄個頭鎚 嘩 頭鎚很痛 我的頭鎚都入了 哈哈 不過我挺喜歡 海報 顏色上面那個 好像個大肥佬 那樣的拉打 但是呢 我第一眼看 立刻問阿炮 喂 阿炮 Ghost的班底 不用弄個Ghost最終形態的頭 Ghost最多形態 他講的就是 左上角那個 左上角那個拉打 咦 是啊 好像是Ghost的樣子 Ghost最終形態 是啊 不過我挺期待 綠色那個 綠色那個 好像我看那些圖 找到那些圖 好像有一張圖 不知道在官網 有個影子 是二刀流來的 綠色 是 綠色那個我都挺期待 看起來的 還有我看他們 有一張圖 是Bandai的官網 他們兩個的腰帶就不同 就是上面4、5號拉打的腰帶 開到那張圖 但是都找不到 是啊 我就是找不到 不知道在哪裏 但是我今天是看過這張圖 剛才是Facebook有人看到人 share的 嘩似乎很多兄弟 都跟我們都擔心問題 很多人都說 開頭開到這麼大 開頭的CG這麼漂亮 去到中段沒錢怎麼辦呢 是啊 他剛剛記者會還說 不知道是不是 還說 簡決定有外傳配信 哦 是啊 他已經說了 就是 接下來就會在 TV 即是 朝日電視 他另外一個網上平台 就是 那個 Telisa 就會決定了已經有這個spin-off 那 就是spin-off 又不可以完全外傳 但是呢 他就說會有spin-off 但是詳情是什麼呢 就會留下秋季那時候就會公佈的 有個兄弟問 有沒有說皮套是誰穿 那我其實估計 皮套 因為段古高岩都說過不會再穿主角的 那我估計 高岩現在看的feel 都好似Caliber 感覺上 都是 我估計 我估計高岩做了這麼多年的主役 可能他自己都想做回 一些邪惡的敵角 所以我估計 是啊 我估計主角 就是皮套 都是跟C1一樣的 應該就是C1那個 應該就是 繼續擔大旗 應該就是 是啊 對了 現在你剛剛講到 筆直這件事 我就想起一個問題 就是以往呢 我們每次做這些 這個叫做記者會片 我們都會提到一件事 就是巨大機械人 啊 每年都有巨大機械人 我們都會說 這些機械人玩一集就不會出的 就是開頭 你要花些大CG 去整個開頭 那真的會有些機械人 但是今年好像沒有巨大機械人 是啊 可能這些預算都用在其他地方 都是 是啊 由海武開始其實都有巨大兵器 就是飛船 機械人 連都有 但是今年暫時 都不見有些巨大兵器 有個兄弟說看海報好像沒有鋁拉打 但是呢 其實如果有留意 我好像記得 這條trailer 其實他有講那幾個 即未來那幾個劍士的黑影 那裡面有女性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有鋁拉打的機會都很高 哦 你說騎士團那邊嗎 應該是 是啊 我見有個黑影是女人 有些兄弟就說 在流出那個玩具 list 說有一條巨大龍 即巨龍 哦 會不會就是 trailer尾裡面 就是 Saber呢 他那個partner 那條龍 就是 原來都幾多兄弟 就是都會皮套一點 我看到有幾個兄弟都有提提 永德 那幾個 成田 成田就是C01 那其實 永德 其實我覺得 你說他什麼時候上位 有個兄弟問永德什麼時候才上位 我覺得永德本身都未必是追求主 主役那個位 做了那麼多年 他都做二騎多 是 我覺得他未必是想真的去做主役 是啊 因為始終主役都有個壓力在那裡 還有 有時候做一些 有特色一點的配角或者奸角 其實那個發揮會大過做主角的 不過你問我 其實 照講皮套 沒有啦 我比較掛著伊藤森 哦 伊藤森就是當年的響鬼 就是比較多顏色 還有The Leaks V3 真棒 但是他現在去做電單車手 是的 他那時候 我其實想著 他應該之後會很厲害的發展 其實看了幾套作品 就是響鬼 其實當然 絕對是 我覺得是超級正的響鬼 是他當年在樹林裡跳來跳去的 但是跟著無緣無故就說 去了做電單車手 不知道那些特技 特技的那些 我找到了 剛才阿講的那張圖 我找到了 是 原來出自在 就是Bandai那條trailer裡面的 哦 我現在開出來 我找的時候 我多說一些 其實是 在這棟實之前有回歸過一次 是 在DK那時候 他回來做那個舊V3 好像是 是 因為他說拿V3去 所以舊V3也要找他做 有兄弟問 知不知道皮套演員拍打鬥劇情的時候 會一樣說對白 其實據我所知 據我所知 其實他們會照讀 還有所有東西會照去的 因為 他們自己也要有情緒 而且因為呢 他回來後期配音 你要遷就時間 和那個動作才配得回 是啊 所以其實 他們自己本身一來 他們其實 以為他們只是負責 沒有打 其實就不是的 其實高岩那時候 都有講過的 是一些製作特輯 其實他自己 和主角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因為其實他自己也要代入角色 所以為什麼他 高岩這麼多年做到這麼出色 大家看 他不只是一個 就是他叫做平成的神 大家都說 其實是因為他能夠完全 完全根本是 把角色和武打 完全融入到自己 所以 其實一定不是 只是負責武打 所謂的皮套 是啊 你看到他電王的 那個 很厲害 一個人四個不同的 整體動作 大佬 是啊 大家叫做二叔 其實當年 Youtube有一段片 是電王的 最終談論 那段片 他就整股他 叫他扮 你可不可以扮 你穿皮套的時候 他又有扮 Crimax Form 其實你現在看 那段片 你上Youtube 其實大家都隨時找到 你都覺得 是厲害到爆的 根本上 哈哈 阿刀又有新老 還不知道 關於新老婆這件事 我們稍後稍後 稍後再說 你們那些死仔 咦 不是 但我沒聽到阿刀今天 今天癢 平時阿刀一看到 當年一看到 印B馬上癢 今天好像沒什麼 聽阿刀看 因為當年印B 在Trailer有段打氣的 但這次的女主角 都是見狠狠狠狠 暫時沒什麼特別 不過暫時說一個 提示給大家聽 阿刀最喜歡西口西面 真正 不黑面那些不喜歡 有些有性格 不是黑面 那阿拋呢 阿拋呢 就最喜歡大眼鏡 有大眼鏡 平時大家看直播 已經知道 被阿刀已經說了 一年一度換老婆 不是 我要澄清 而且戴眼鏡是加很多分 不是一定要戴眼鏡 夠啦 加分就是 而且不是換老婆 加推行不行 不用一定換 那麼慘的 一定可以加的 選擇的小朋友才做 所以都是M 不是M 我喜歡有性格的 不是喜歡Q子可愛的 我知道有性格的 RJ擺明喜歡不死 嘩 他喜歡這副眼鏡 我都常常提阿不死 上去小丁褲環境 嘩 穿多兩條底褲上去好些 好 嘩 嘩 嘩 看回剛才 是嗎 有兄弟說 當年高岩誠義 有怨言國劍旗做得不好 竟然 那我不知道 怨他太普通 發揮不到 令到他 有這樣的事 真的不知道 不過其實 其實我相信二叔他們 本身他們對角色 可能都會給一些意見 始終他們都要演的 他說就是穿衣服 但是 其實你看回 拿幾套出色一點的作品 就是電王一定是 非常出色一套 其實我相信二叔自己演的時候 電王對他的樂趣 應該除了武打之外 基本上整套都玩演技的 兩位不好意思 我今天其實看片的時候 已經有 有這件事想說 剛剛醒起來了 我今天看過 Trader 他有幾個照片拍那個 Wonder War 那些 那些 場景情景 就是拍一個夢幻世界 那樣的 令我想起一隻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玩過 那隻 是V和PS3出的 垃圾拉打遊戲 叫做有一個盤 然後 Scan 那些好像棋 那些拉打 我記得 我記得 入了一個夢幻世界 然後有些特效 Wonder War 就是這個 好像這個 我忘記這個遊戲 叫什麼名字 反而這個 我記得 多謝 Bruce 多謝你 我記得 V和PS3出過 不知道兄弟有沒有記不記得 有一陣子 在深水埗 很便宜的 有一套三套棋 是啊 有兄弟說 Drive那段時間出現 是啊 沒有Drive做主角 然後 賣完遊戲之後 那隻遊戲會送一個 Scan的盤 給你的 那些棋 你就要貨金買 一套三套 我當年看到 那些 Trader 和公仔 被這個 化米通 形容為 世紀大難的遊戲 但是我告訴你 阿刀最喜歡 勇於嘗試 所以幾垃圾的遊戲 他都要試給大家看 我沒有買到 是你都沒有買 他已經 我看到畫面 已經想嘔 很噁心的畫面 手機級輯素 來的 有兄弟說 二叔好像說 最喜歡卡普陀 其實我也超級喜歡卡普陀 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卡普陀 是啊 卡普陀的氣勢和動作 是很不一般拉打 即是不是那些王道主角 是很帥 很囂張的 所以前陣子二叔有一次 客串的警察電視劇 他就好像被 踩追捕的惡役那時候 他那些打鬥都很卡普陀 跟著好像人都特地配回 Full Force下去 哈哈哈哈 有兄弟說 單看PV裡面的 東影特殊部的3D動畫 好像完全沒有進步 好啦 這個又不是幫他 大家要記住 其實拉打本身 都是一套TV翻組 某程度 所以其實他做CG 我想都一定不會是便宜的 所以其實他盡量都控制於 有CG得來 但一定不是最漂亮的 但如果要漂亮 我想要去到電影那些 那個層才會漂亮一點 所以我覺得 其實是可接受的 如果真的要漂亮的 即是在電視上 特攝的漂亮CG 應該真的沒有人夠 湯米卡 哦 是啊 那些 Restue Force Restue Fire 嘩 你說湯米卡 我就馬上想起Liu Kandor 你說起今天的Caliber 都整個Liu Kandor 啊 是啊 其實這次的感覺 有少許Liu Kandor 其實Liu Kandor 當年我和Pow是超喜歡的 我記得那時候我還很小 那時候 去日本找那把Liu Kandor 變身劍 哦 龍擊劍 是啊 那時候因為香港是很好的 是啊 我反而是給一個特攝老前輩介紹給我看 嗯 所以當年Liu Kandor 那些 一來Takara 那些一向的玩具 其實都出色的 是有兄弟 復番 Pow 高岩誠意客傳那套叫做 老邦的女兒 哦 哦 哦 好像是老邦 是不是老邦的女兒 有人說是絕對領導 絕對領導 這麼棒呢 有兄弟知道YJ長期翻夜班 可能YJ同事來的 可能我們之前都說過 可能我們之前都知道 YJ 其實他都很想上來的 但是他真的長期 他那個人 就是翻夜班 變成睡眠差一點 所以他就少一點上來的 但是只要其實有機會都會叫他上來 吹水 是的 是不是接下來有片 有YJ的片出的 其實 是的 其實YJ上個星期已經上來 我和阿刀已經拍了一些東西 拿了一些 手信上來 那我會 這幾天會出片的 大家留意 說四五騎 四五騎 在畫面 在畫面 大家放心 我們說其他東西 四五騎 我都很期待 因為二刀流 因為二刀流 我看看他的腰帶 會不會兩把刀一起插下去 是 還有一件事 因為今年 原本 也是 我們平時八月過日本 其實七月至八月 應該是有 Zero One劇場晚 是 但是現在就宣佈延期 不知道延到什麼時候 我就想到一件事 因為 過往這麼多年 當Sunrider出場的時候 其實他是第一集 和連劇場版一起拍的 即聖誕節那套 什麼Generation那些 那些 今年那套 下季劇場版退後了 那些什麼 另和Generation那些 VS那些戲 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出 哦 哦 看看他們都能怎樣安排 其實 其實 其實今年這樣 我想都打亂他的算盤 即是其實 他的時間上 我想Zero One 接下來大家都很想知道 他怎樣收尾 其實計算數 只剩下幾集 四集 計過就好像 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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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集 但是 變成 歷代無面 即是平常 歷代無面 消人 Final Form出場 最短的 只有四集威 所以 看下東映 看下他 以東映的性格 分分鐘 做著 Saber 那時候 可能他們就會 又開始幫 Zero One 又拍些 後轉 外轉 等等 應該都會 不過你不肯定 到時候Zero One 其實最後 因為其實我想 劇場版現在延後了 正如阿都這樣說 但是你不知道最後 會不會突然改變主意 又說劇場版才是真正的結局 那些 有什麼事 是呀 兄弟提起 Ultimate Cougar 只有一集 是呀 是呀 我忘記了 不好意思 Cougar 那些人說是半集 最糟糕 Cougar半集 都令你不生難忘 對呀 其實呢 喂 我前幾天都和你們聊過 計過說 Zero One 只有四集 還是五集 有些兄弟說 五集 即是四集 即是五集左右 其實我就說 喂 因為疫情影響 而剪了四集 其實不如我說 將那個Saber 退後上 為什麼一定要執入於九月呢 其實我猜 就是 是因為 一來 我想Bandai 都準備好這玩具 你看到今天其實所有材料都做足 差不多有凸 所以我猜他不做這一步 是因為 一來Bandai 會有意見 二來可能他的檔期 或者我不知道什麼 其實都很多樣東西都要 要扔起來 所以變成未必是他一個 可以決定到一退 所有玩具 那些所有東西都可以退 是 因為我剛剛阿鴨說的情況 我猜都是 因為始終 即是他們出玩具 那方面 要計算 可能做好 一條素 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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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們的年度 財政報表 那些情況 可能要遷就距離 所以要強行 要遷就 可能要九月出數 嗯 明白 即是一些商業因素 沒辦法 沒錯 好 看一下兄弟的留言 嗯 之前DK Staber主角故事Trailer 說他失憶 經常發同一個夢 又是這些 對 因為Trailer裡面 三騎 就是 Espada 又跟他說 你這十幾年來 不知道什麼 現在要實現 之旅 那些 噢 但是 我都幾期待 就是 Trailer剛剛講過 他經常講一本很重要的書 其實今次所有事件都來自一本書 因為 被那個 那個加列馬 破壞 那些散落 一地都是 每人又有其中一頁 那就是證明了 若果到最後 集齊了這麼多本不同的頁數的書 集合翻面那本大書 那其實就有一個 很強勁的file form出現 不過講起 你講起file form 因為我 喜歡聯想DX的將來 我 現在說定 到時兄弟記得 看看會不會真的 我覺得他強化 成本字典 堆下去 就是這本書 就是 可能成本字典 講去 集齊了 突然變了一本書 然後一本堆下去 那個強化 有些兄弟說 感謝雲2.0 慘啊 感謝雲2.0 是的 其實格局都好似 第一就是有一個 Wonder Wilder 就是那個 眼雲帝國 已經很相似 之後其實那些書 分了不同的題材 其實就是等於那些偉人的眼雲而已 有兄弟說 現在出令和第二拉打 那是不是計劃令和第三拉打 其實呢 他們計劃上 其實是很早期 我想你看到中上段的時候 其實他們應該已經開始 Design啊 那些東西其實很多事情都定了 因為其實你Design一個拉打 就是不只是畫個設計那麼簡單 你還要想它 因為你現在今時今日的年代 以前的年代 可能未必會以玩具為先 但是今時今日我相信 一定是想了玩具 才去遷就那個拉打的設計 所以其實 有個兄弟說 其實是不是在做第三個拉打 你都不太除 其實他已經是 有一班人可能慢慢地做 其實呢 我想得再盡點 其實呢 每一年出新拉打之後呢 其實已經直接要這樣下一年了 其實因為他一想 他是全年的計劃全部想好了 不是好像我 他是逐步逐步去放出來 不是代表他是逐個逐個想的 對 因為牽涉太多東西 所以其實你每年看到公佈的拉打之前 你當然會看到一些圖畫得很像真 但是又不是 其實那些很大可能不知道哪裡流出的氣稿 也都所謂的 可以這樣說 就是 就會有個情況 所以你看到每年拉打 他們的監督啊 編劇啊 整個班底都會不是 原回上一年那些 因為就是 可以理解為 就是 他們每年 就是有不同的班底去做 才可以 不會令到 現有那班班底 要拍 之餘 要要 兼顧新事 對 就是兩條線一起走 對 好 有個兄弟就說 有沒有人喜歡Visa Visa其實我們都會喜歡的 但是喜歡 是喜歡去打鬥 喜歡去Style 這套劇情就真的不予之憑 哈哈 其實他們拍拉打 會想每一套 是最後一套 其實都幾難拍 拉打隨時都會有機會 腰斬收視不好的話 腰斬就不一定會腰斬的 不過會更改那個方針 或者加東西 或者減東西 是的 就是 例如 XA為例 九條櫃荔齒 好像原本都不是打算復活他的 但是 就太受歡迎了 結果都要硬 把他死過山之類 都是可以理解 還有 為什麼我會說 加東西 減東西 就是因為現在 這麼多拉打 可能有十個 或者六七個 那你突然間有一個特別紅 那你就要加重氣氛 或者要加強化給他 有兄弟說 今年希望大部分幹部 保持著做怪人 BOSS都希望是怪人 那說起怪人 怪人的名字叫Meguido 今年叫Meguido 那些華人組織 不是 只是怪獸 組織不是叫Meguido 是 那我其實呢 trailer裡面 隱隱若若 Caliber之後 播到Caliber都短 突然間有兩隻幹部 有兩隻幹部 有兩隻幹部的物體 而是白虎 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些青龍珠 白虎那些 那些大佬 都幾漂亮的 其實真的幾漂亮 那兩個幹部 現在 但未見到全新的 你看看POW的螢幕 可以看到 是 我覺得幾型的 真的不同 他出來指著 Caliber那隻 書怪來說 這兩隻 像幹部級 看他小 和那件 三複雜度 應該都像幹部 應該是白虎 那隻 就是白虎 可有霸氣 紫色那隻 像黃蛇 所以 不知道他有沒有機會幹部 青龍白虎 朱醉原武 是 有兄弟就補 為什麼大家會這麼怕 這一集 為什麼大家覺得 這個 Ghostor的編劇這麼怕 就是因為 Ghostor四十幾集 都是保持著 單元故事 這個才是最嚴重的 是啊 其實很怕 看完 好像今早睡醒 明天睡醒 又沒有了昨天 那些東西 又看回今天那些東西 其實很悶 是啊 Ghostor的敗北 就是他 免得想一些很大型的劇情 每一集都單元 就是每一集都有個發生事的角色出來 找天空志求救 然後解決了之後 然後又完了一集 然後第二次又有一些新人 還有呢 他的設定 就是經常說99天 到期就倒閉 但是經常最慘的 到98天 你就突然加回99天 那些 真是很痛苦 那些看得 很明顯就是沒有去想一個大綱 或者一個主線方向 健步行步的那些想法 Ghostor 金代 有兄弟提到 其實剛才我看到有幾個兄弟 都有說 金代很有戰隊 那我今天有個朋友 那我那個朋友 有買開腰帶 都喜歡玩腰帶 但是不是說對拉達好熟 那今天他也有看到圖 因為我也有分享給他 他就說一開波看 以為是戰隊 看到海報 因為都有幾個人去說 都像戰隊 尤其是像騎士龍 還有一些顏色 我覺得 主要是一些顏色 賣玩具 就現在一定是這樣 要colorful吸日獸仔 很難像the first the next 那樣 玩些暗暗沉沉的顏色 就真是嚴重的 然後呢 我們還有些什麼說 Ghostor的故事 雖在沒有故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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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真的 因為 很簡單 例如就是 他那一年 Ghostor 例如 就有阿都最喜歡的1號 然後那裡的長版 又是很不知道怎樣的 寫到是 因為井上敏樹 沒有計算 哈哈哈哈 其實不出 然後 剛才也是阿鴨這樣說 他甚至乎 他本編 他死完 翻山 然後又再99天 變回人大 99天之類 然後劇場版 猶端又說 死多一次 很容易 因為 剛才我有幫 Ghostor 講好說話 就說 給多一次 給導演 可能那年 有Amazon 所以搶了資源 突然想一下 不是啊 X4那年 都有Amazon Season 2 是啊 所以 你剛剛的Amazon 那東西 太大比較了 真的 真的 好奇怪 有聽說 連連都有人 發你發露 我那天阿刀 才說完 其實 其實我們都看了 拉達 都 當你不計較舊 那些 當你有得看 那些新情報徒 開始 十幾二十年 差不多 十幾美年 其實 每年我們看到的留言 都說 今年節省 今晚 今晚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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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 有幾類人 有些人 又說不行 有些人看一看 又很喜歡 其實我覺得 就是 我很佩服東映的創意 一來 其實你想一個拉達 都不是容易 你想一下 你每年都要想一堆東西 其實什麼都玩過 卡又玩過 卡打又玩過 銀仔又玩過 其實 沒有什麼都沒玩過 說真的 是 但是 這個真的是聽 東映製作人士說的 直播其實講了很多次 不過今次 又講多次了 其實我們都經常用這個 海鴿勇士做例子 那海鴿勇士 其實大家都 你不要管 是大陸還是香港 不要管他 總之 造型上來講 其實每一個 海鴿勇士都漂亮的 每一個都漂亮的 但是呢 你是永遠都記不清楚 他哪一隻 打哪一隻 你不記得他的樣子 是啊 因為他 他每一個的 其實某程度 跟現在 今時今日的玩具 玩具 差不多 好像高達那樣 Metal Build 他都要做到很多零線 很多起角 現在的標準就是這樣 每次都要起角 很多層規格 令到你根本 看完你不會記得 又或者我簡單一點說 他會把所有 好受歡迎的元素 放在一隻眼裡 所以其實 是 你說漂亮不漂亮 當然 其實C01 為什麼我覺得OK 因為C01 其實相對 算是 你看回平成近這幾年 其實C01 相對是拿回 那個拉打 原本的感覺 但是他又用了新的 色系 但是他相對 其實他手上的規格不多 所以我就說了 舊平成第一號 KUGAR 新平成W 還有這個 令和一號 C01 其實三個第一號 其實都是比較保守一點 有舊拉打 有覆蠻 有各種感覺 空機的感覺 是啊 其實 為什麼我經常覺得 平成以前那十個是最棒的 因為你以前那十個的輪廓特徵 其實全部都不太複雜 就是舊死了十個 所以你眼看下去很漂亮 還有商業味 就沒有現在的那麼濃厚 以前就一條腰帶 玩了很多 現在就很多外掛的工具賺錢 就比較 花巧 是啊 其實外掛 外掛這件事 就是由W開始 其實都叫W開始 一堆那些 其實你想起以前 以前的腰帶呢 一條腰帶已經玩到後面 你最多是買幾樣東西 即是或者蓋上蓋上去 現在你每次都 嘩 即是看到那些一顆粒東西都頂不到 是啊 好 那我先看一下 說起設計上 我剛才找到圖的時候 我找到圖的時候 這次的設計上 是關於Saber的腳 是 這個設計很可愛 因為以往 大家都會記得 平時的拉打 以往通常都是它的 Icon在腳底 是 Gio就是寫著 Kigoo這個 日文的片架名 在腳底 今次呢 這個 Saber 腳底是這樣的 就是一堆 他們的 一個Wonderworld的文字 但是 因為已經有很多粉絲很厲害 把他們已經轉為 一些 平假名 平假名 怎麼翻譯 平假名 原來這些字 把他們 其實 扭回右 90度角 就等於一些 英文字 還是 平假名 平假名 英文字又有少少 所以 如果你看到 他這樣 調轉之後 看腳底的字 就說 Kono Ashi De Lider Kick 這麼厲害 這隻腳是Lider Kick 對 Kono Ashi 這一隻腳是Lider Kick 嘩 這麼厲害 是啊 因為我想 人們解讀 最初可以解讀到 就是 Karmen Rider Saber的Logo 在Logo裡 開始 解釋出來 自己人 嘩 那些人真的厲害 等於 我們又提到 二十幾年前 我們上維基百科 打鼓狼基敏 可以找到 他的解釋 鼓狼基敏 東映是有官方有出過 一些解釋的 是的 Bakengu Ge Ge Zaba 遊戲開始了 是啊 今天 有兄弟 剛才說到 01的卡帶 學英文 其實 我這麼多年 DX我都玩了 或者每天 會 看看DX是否吸引 我其實 其中一個準則 就是 我比較喜歡 純正英文 的DX系統音 不是那些 日式英文 VV雜度 那些 就類似日式英文 是 其實 你算回 真正的 英文 的Lider系統音 其實很少 就是Fise Fise 龍騎 也算的 舊史 我發覺是比較多的 龍騎 劍算不算 劍也算 有兄弟說 浪費了 統一世界的機會 遇到一部 蕭馬 其實 平成 那頭十年 都沒有說 硬去 同一個世界 是DX硬來 就是因為DX開始 令到大家 經常都覺得是同一個世界 其實是獨立獨立一個世界 還有 其實 新平成 就是W 到這個 叫做 Oz Visado Forsche 其實他硬在劇場版 搞了一個 Movie大戰 他硬想把那些 拉打 全部 有一個共同敵人 但是 最後都沒有了 沒有了 其實我覺得 還有我覺得 後十年的拉打 有一段時間 我經常都說 因為我以前都會追電影版 因為以前的拉打很清晰的 夏天就一定有一套電影版 但是去到DX和W 那段時間開始 突然多了一個 當時是Movie大戰 即聖誕那一套 對 自從有Movie大戰之後 就變了他有兩套 其實我有時候都會看 封面 其實每個都差不多 封面 都是一大塊 永遠都有一些 舊拉打在後面 封面 今天導致我 我到後期 都不知道自己看了 哪一套 哪一套 其實 其實 賽團X 他算是 平成 Forever 要收了尾 這樣 還有 剛才的鴨講 就是說 Movie大戰 其實 大家不要忘記 在 科蛇開始 那一年 中間 再有三年 是有那些 戰隊加拉打 到大戰 大戰 那個才是 垃圾之中的垃圾 對 真的 沒有一套好看 對 最慘的是 做了個 X出來之後 又沒有了拍的 阿拓講 Forever 算是 收台 X皮 最後一次出場 就是 VS Dr. Pac-Man 那一套 不過算了 我唯一的投訴 就是 以新十年劇場版 我永遠都 最討厭東映的 其中一個做法 就是永遠都要 弱化以前那些 拉打 是最討厭的 這句話 沒解 因為他貪心要 出那麼多 拉打 因為 他跟Ultraman的分別 Ultraman 每次出舊 你都不會忘記 原本的image 但是 拉打已經被他濫用到 出來 被人一拳打飛 那些主角 因為他現在 他貪心 其實呢 給我做劇場版 應該就 找一兩個 有個演員回來的 那寧願好過一次 出四十幾個 但是全部變了 走走走走走走走 是啊 還有那天 跟阿刀在公司 這期我們其實 都兩人在公司 沒什麼做 收拾東西 聊開 阿刀在收拾獎 那些東西 就在那裡看到 那些 然後就看到 KUGA 就想起 那些KUGA 就說為什麼要做CG 其實為什麼要做劇場版 你寧願找一大堆人 搞搞搞搞搞 其實你不如把預算 找一個KUGA 出來 我的意思就是說 上次你要紀念這個 《蒙面超人》 平成二十周年 其實你不需要 浪費一大筆錢 做一些 大堆頭的事情 不如你直接去 翻拍KUGA劇場版 找你請小野嗜洋 小野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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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直接找小野嗜洋 小野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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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小田嗜洋 好過 其實我相信 就是這麼多年 因為其實 那個KUGA劇場版 其實那個劇盤已經在那裡了 其實那個小說就是 劇場版的那個大綱來的 不過我聽聞 就是看小田嗜洋 當年的要求就是 跟導演說 一定要完班人馬 完班人馬 所以我想 就是當年沒有拍的原因 是談不定數 其實小田嗜洋 沒有說過不做的 他只不過就提出一個要求 就是說要當年完班人馬 要回KUGA班底 因為我發覺很多拉打主角 其實有時候 那其中有些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說 不會回來演拉打 我不會勝負 其實其中一個 我非常之想的 是水到Hero 大家有先說 其實他自己 在Twitter說過 其實不是他不回來 是東影沒有找過他的 所以其實 你問我 唉 是啊 有兄弟答了 是啊 沒有可能找回高智成幾做導演 所以就已經很難拍到KUGA劇場版了 是啊 所以就沒有辦法 這些只能夠幻想 KUGA始終是唯一一套 我叫做沒有劇場版的 就是我的奇想 就是你寧願 差一大塊錢 搞一套 All Star的垃圾 就是四十幾個 三十幾個門面超人 那不如你真的 你想紀念平成20周年 不如你真的重拍KUGA劇場版好過 因為當年是一個遺憾 其實已經寫好劇本 讀好怎麼拍的 只不過 東影當年的戰略 就是不想拍劇場版 不過我反過來想 這樣說 就是以今時今的這個準則 去做KUGA劇場版 就可能 它純粹是一套戲 沒有什麼玩具 沒有什麼商品化的東西 這就是一個可能性 當然東影都是因為 發覺是無理可途 才不肯拍劇場版 是啊 剛剛有些觀眾說 可能現在很當紅的 佐藤記這些 因為其實他們 佐藤健都很紅 然後就是 用回姦田張輝這個案件 當時評Gen Forever 其實除了佐藤健之外 東影都好像有表示過 我是想找姦田張輝的 只不過真的姦田張輝的檔期 已經排到他兩年之後 才可以出來拍攝 所以根本上 已經是 有時候不到他們 是不是 他們肯不肯去找演員 而是可能 他們找的時候 那個演員自己都已經 沒有空回來幫忙了 不過我又補一點點 其實檔期是否真的這麼緊 其實我覺得有餘地 其實姦田張輝 可能你拍都是出一兩個鏡頭 其實很多時候 現在日本藝能界 就是那些公司 不想那個演員被人定型 因為如果你被人定型了 你是Hero之後 你是拍不到其他劇集的 第一件事 你的演員被人定型了 是Hero之後 又不可以做奸角 又那些角色又不可以死 所以那些公司 不想那個演員定型 所以就不讓他拍拉打 對 水都就是 因為得罪了經理人公司 所以都算是被人封殺了 因為當年他為了照顧老婆 所以就推了所有工作 有個說法就是 因為他老婆當時 當紅 誰知道被他泵帶了一個肚子 所以經理人公司覺得 大水喉就被你停了 已經 阿信香 還有他有時候 阿信香有大病 他推了手頭上 所有工作去照顧他老婆 是啊 有兄弟說 南江太郎都說過 因為拉打搞到他做不到 其實是 就像剛才阿刀那樣 日本可能跟其他國家 一定型Hero 其實很難去接 真的 譬如有套警飛片 我想找江太郎做白粉佬 你怎能接受到 你能不能接受到江太郎吃白粉 或者被警察開槍打死 你根本接受不到 是啊 所以後來他要去到 他結果要走到去 日本意外地區才能做到 是啊 所以 都要明白那些藝人公司的想法 我都可以來 那時候 差不多聊了一小時 我們剛剛說過的問題 就是我們這二十年都看過 大家對新拉打公布的留言 其實大家都差不多 都說今年很難接受 接受不了 很噁心 但是很多人都看過 很多時候一年之後大家都說 很棒啊 很有型 所以大家就 抱過開放態度 那我就習慣了 每年都是這樣 是啊 始終都 大家 講話講 有時候都大家會見得多 有些人說 今年好垃圾 什麼都不買 結果 誰知道到最後 追回了之餘 可能很真香 很多人都會 這二十年都是這樣 所以就不需要再奇怪 還有就是 東映的製作方針 就是說 他真的要一個衝擊感 他要你一眼就記得 拉打的樣子 所以大家有時候 就未必接受到 第一次的衝擊感 對啊 都是那句 今天其實希望 大家當然希望 他好過高傻 不要又好像高傻 因為高傻那些都很慘 你又沒有心機看 又不想追 嘩 嘩 嘩 你們可不可以這麼恨 說女主角啊 你們這些傢伙 對呀 老招你好像還沒說女主角 讓你再說吧 其實今天出完 這個 即是 我們直播預告之後 其實已經有觀眾都說 嘩 女主角 即是在未直播之前 已經在留言說 嘩 真啊 是這個真川明的香啊 那 我比較 即是 不熟識 這個演員 但是 原來 最初看他發佈會 那時候的樣子 就 啊 平平無奇 即是 那個樣子OK 幾時正 幾端正 怎知原來和港 擦珍珠 後來那些人 那兩顆珍珠 嘩 拋見 入夜 不是 其實這些應該留下星期六 才說的 有專家在那裡 那 那 大家可以搜尋 津川明的香 這個名字 其實他自己的IG 都有很多 比較健康性的照片 清爽圖 清爽圖 對 但都可以去找找找 就是這個 津川明的香港 自己的官方IG 其實他自己很不論識的 去分享給大家看 那兩顆真書 我不是 因為想不到 一看他現在 今天發佈會的定裝 那個樣子 是 很 一個普通女生的樣子 甚至乎看上去 有些錯過自己 是一個飛機場 說到尾 說到尾 是沒有大眼鏡 什麼 他自己有大眼鏡 他有些照片 有些照片 哦 就是你盯過 沒有啊 剛才那些人這樣說 我就看一下 另外提一提 林修美也講一講 其實我們 就是我們三個爆箱 其實就想著 接下來都會在平日 因為現在大家聽到Live 都是星期六 其實我們都 見肺炎這陣子那麼悶 我們自己都在想 可能平日我們都想加一天 好像現在這樣 晚上一點的相對 就和大家再吹水吹多日 那就是那些嘉賓 就會比較集合於星期六 就是我們和阿刀聊過 是是是 希望大家兄弟繼續支持 好像晚上一樣 晚上正常出下水 因為這期 這期大家最重要都是 抗疫 小心點 出街 另外我想做個 簡單的調查一下 下問是 各位兄弟 因為我們今天看到我們直播 有這個 預先 預告 有直播 所以大家可以 遇到時間看 今晚是完全是 我們平日直播人數的 雙倍 今晚是 七百多人 今天是新拉帶 不關我們事 可能是問題 新拉帶 兄弟說平日更正 因為平日很悶 星期三都很多人做直播 收到收到收到 其實我們都是想做星期三的 還有我看到有兄弟說 不要凌晨 放心 一定不會凌晨 我都要上班 老闆 我想其實雅灣最遲極 都是十點 遲到極都是 不是 星期六會有的 不過加上星期三 可能星期六 他們又有不死的黃色兄弟 在那裏 我們平日又找其他東西 或者聊聊聊 我暫定星期三 如果有事 星期三跟大家聊聊 我們今天都差不多了 總之都是那句 各位兄弟 這陣子真的小心點 出去就算撲腰帶 撲玩具 都盡量不要逗留 人多的地方太久了 有些什麼 星期六我們再補充 可能星期六會再多些資料 大家到時想要開王康 開王康 開王康是你 不吃的 不是我 經常講正經的 星期六講鹹事 多謝大家收看 大家晚安 晚安 大家小心身體 星期六再見 拜拜